淘宝开店就上店长之家 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大家学习由我们店长之家出品的店铺装修视频教程 我是店长之家的讲师淘宝天下 今天我们来学习店铺装修的第一节课程 店铺装修基础支持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课程的大纲 今天的课程主要讲解四个知识点 第一,什么是店铺装修 第二,店铺装修的重要性 第三,店铺装修页面的介绍 第四,如何进入店铺装修的界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店铺的装修 网店的店铺装修与实体店的装修是同一个意思 都是让店铺变得更美,更吸引人 甚至对于网店来说 一个好的店铺设计更为至关重要 因为我们的顾客只能从网上的文字和图片来了解我们 了解我们的产品 所以一个好的装修可以增加用户的信任感 甚至还能对自己的店铺品牌的树立起到关键的作用 所以店铺装修的话 在我们开店过程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没有装修和装修好的店铺有什么区别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店铺就是刚刚开的一个新的店铺 店铺里面空荡荡的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就是一个没有装修的店铺 很多新手朋友都有疑问 为什么我的产品上传之后 没有在我的店铺里面显示出来 我们产品上传好的时候 但是在店铺里面看不到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装修的原因 我们装修的话 就是把这些图片替换为我们自己店铺的产品图片 简单的说 就是把我们的产品展现出来 也就是我们装修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装修好了的店铺 这个店铺是一个淘宝上面 做的比较好的一个装修好了的店铺 大家可以看到 他这个头部 有自己的品牌 然后图片这些都是替换了的 然后在这里有一些 对店铺的一个定位的介绍 接下来是展示的一些产品 这就是一个装修好的店铺 和我们这个没有装修的店铺 看起来差距是挺大的 这个很明显 装修过后之后 看着要美观很多 像这个装修的话 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店铺 这个店铺的话装修的很漂亮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页面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从上到下的话 一个布局是非常的清晰的 然后图片这些都是替换的比较漂亮的 这种店铺的话 看着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美观 这样的话可以增加我们顾客的一个信任度 所以说我们在淘宝开店的过程中装修的话 大家一定要多花点功夫去做 在后面的课程中的话 我就会详细的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种店铺是如何装修出来的 接下来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店铺的一个页面的一个构成 这个店铺的话 都是通过一些模块组成的 就是我们店铺的首页 在这上面是我们店铺的一个页头和电招区域 这一块就是我们的电招区域 而这一块是我们的导航区域 然后是一个图片轮播的模块 接下来这里是一个特价产品的一个模块 然后下面是同样的 都是有很多模块构成的 我们在装修过程中的话 就是通过编辑这些模块 把模块里面的图片和宝贝都替换成我们自己的 也就是装修好了 所以说装修的话 虽然看起来比较复杂 但是操作起来都是挺简单的 接下来的话 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我们如何进入店铺的装修页面 首先的话我们进入淘宝网 然后登陆我们的淘宝账号 点击右上角这里的卖家中心 这样的话我们就进入到了卖家淘宝网的一个卖家后台 然后我们在左侧找到店铺管理 在店铺管理下面有一个店铺装修 我们点击这个店铺装修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店铺的一个装修的后台界面了 我们所有的装修操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店铺的话都是有很多模块组成的 我们把鼠边放在每一个模块上面之后 在这里会显示一个编辑按钮 我们点击编辑按钮 就可以对这个模块进行修改 这里每个每个区域都是有一个模块组成的 都是可以编辑的 我们装修的一个操作就是通过编辑这些模块来实现的 在后面的课程中的话 我会详细给大家讲解每一个模块该如何操作 关于店铺装修的一个基础知识的话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在后面的课程中 我们再详细的来演示 店铺装修具体的如何操作 这节课的话 我们就是简单的了解一下淘宝店铺装修的一些基本的内容 如果大家在开网店过程中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登陆我们店长之家的网址 学习我们更多的课程 我有新的课程之后 也会在我们店长之家上面进行发布 欢迎大家前去学习 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的观看 祝大家学习愉快 开店成功